好 好 好 好的 最後我們在做一個表情題 我愛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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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可以盡到 我們一開始給我們一次機會 一二三 綺佑佳 好的 今天真的是 身靈之王的兩位重量擊倒師站上來 一定要來好好的來訪問一下 因為剛剛其實 偉忠哥以及我們的王總裁也有講到 要把兩位這樣集結 其實透過非常非常多人的合作力量 不過兩位是不是還依稀記得 因為先來問一下佑佳好了 因為當初在歌唱選秀節目當中 你是第一點然後一路過關斬將 一直到了決賽 好說好說 但是喔 老蕭 好說好說 還好沒有碰到他 還好沒碰到他對不對 差點就不能過關成這樣 還好沒有碰到他 是是是 你太客氣了 但是老蕭呢 他是在決賽當中進來的 就是踢館大魔王黑豬豬 對 我想要問問 當時你對老蕭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覺得他 覺得靜騰就是 第一次 怎麼了 靜騰啊 有人會叫他靜騰 他叫他啊 老蕭 老蕭 第一次看到老蕭其實就覺得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的氣勢 你是說他的頭嗎 迪克牛仔頭啊 你說那時候 他整個人的氣場是很強大的 對 然後 聲音就是感染力非常的強 是 所以其實當下就覺得 哇 這個人很厲害 嗯 就是這個感覺 那你對他的髮型 那個時候有什麼意見嗎 好帥 覺得比較視覺之一點 帥 他走得很前面耶 超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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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帥 都帥的對不對 好帥 帥 好的 我們說到了 很搖滾對不對 好 那我來問問老蕭這邊 那當初 其實我覺得佑嘉從十年前 他的樣貌跟到現在其實沒什麼改變 但是你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你對他第一印象是什麼 你說本人嗎 本人啊 本人啊 其實是很開心很興奮的 因為當時在 我等於是後面才加入 對 那我其實跟觀眾一樣 覺得他們已經是巨型 所以 所以我 不然我們不會去參與 是 因為這個是大家熟悉的 然後佑嘉那時候已經表現是非常非常的優秀 是 所以那時候就是很希望也能夠參與在其中 這樣子 好 那其實經過了十年的蛻變 我想要問一下佑嘉 那你覺得你在這十年當中 你覺得自己最大的成長跟改變是什麼 我覺得 主要當然是因為當了十年的歌手 然後多少會有更多的經驗跟歷歷 然後如果真的就音樂上那一點 我記得我那時候參加比賽的時候是十九歲 十九歲 對 然後我 我就想說 因為很多人都說唱歌是需要 比較歷練 對 然後我想說真的嗎 就是 歷練這件事情對唱歌真的來說是這麼重要 很重要 那我覺得其實歷練對唱歌來說不是唯一的條件 可是的確經過時間的沈澱 我覺得的確對於唱歌或是表演或是做歌手 那個心得是不一樣的 對 你現在當爸爸之後等一下唱出來的歌 搞不好會更容易落淚 對不對 因為我很累 很可愛 很累啊 但是媽媽更累 不好意思媽媽 好好好 爸爸都很累好不好 爸媽還好 爸媽都很累 好不好 好 那問一下老蕭 因為其實喔 在這幾年來 是你挑戰的東西也非常非常多耶 除了歌唱之外 其實你還主持 然後還演戲拍電影之類的 你覺得對於在你的歌唱的成長路上 你覺得有幫助嗎 演戲啊 主持之類的 當然有啊 嗯 因為怎麼講 那歌唱的舞台 對我跟優佳或是其他的音樂夥伴來講 都是最熟悉的環境 都是最自如的環境 但當我們接觸到戲劇也好 主持或者是其他更多的領域 之後再回到我們最熟悉的舞台 那個是會更得心應手 然後更享受的 會有不一樣的靈感 對 去在這個舞台上面 繼續 繼續 享受這樣子 對 就是會有不一樣的靈感 會擦出不一樣的火花 這種感覺 會會會 好的 那其實喔 我們生靈之王這個節目啊 即將要開播在十月份 但是呢 因為這個節目 其實我們從背板也可以看得出來 是以這個叢林生存法則來貫穿 我想要問一下兩位 不在題目當中的問題 如果說 你們是在這個 森林萬物當中的話 我想要請教兩位 你們會覺得 你們在森林萬物當中 你會是擔任什麼樣的 譬如說是動物啊 或是萬物等等的 你覺得你是 Lion Lion 可能最近剛好組了一個樂團 不是最近的事情吧 幾年前 幾年前 兩三年前 所以如果你是在這個森林當中 你覺得你會是 獅子吧 獅子 當然是 所以我也可以是兔子 那你比較 為什麼只能選一個 獅子好 因為我跟獅子蠻好的 跟獅子蠻好的 對 跟獅子比較熟就對了 蠻熟的 蠻熟的 好 那宥嘉呢 我覺得如果 老蕭是可以帶領大家 就是衝上山頭的獅子王 對 我覺得我會比 所以我如果要選森林萬物裡面 其中一個來象徵自己的屬性 我覺得我更像樹 你是說tree嗎 yes tree tree是不是 就後面這些樹 為何為何為何 不是lemon tree吧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直覺 就是我覺得可能這 這十年來對我自己的整個 林宥嘉或是做的音樂也好 我覺得我更像一個樹 那我是希望我可以在這個節目裡面 為這些來參賽的小朋友們 其他種就是為他們遮擋風雨 然後抓緊土壤的一個感覺 遮擋風雨 就是當其他導師罵他們罵胎兇的時候 你也不一定 其他就是說我吧 不是不是 我那時候有很多重量級導師 其實他們 那是說楊丞琳的 不是 好朋友可以看一下 對 我再說半小軒 但我覺得就是 對啊 這是一個直覺 那至於為什麼 我想我晚上再寫一下臉書好了 沒關係 等一下記得朋友 等一下記得朋友們可以好好問他 一個是獅子 一位是樹 但是我們媒體朋友也很好奇 因為兩位導師嘛 在這個節目當中 大家一定會很好奇說 你們到底會用什麼樣的角度 來評斷 來給參賽者一點意見 是不是現在有點虛無飄渺 不知道該怎麼說 也不會 不會嗎 那這樣子好了 是很意外 以為我有沒有準備 其實我想好 你想好對不對 那不然我們現場來出一個考題 好了 因為畢竟我個人也 你剛剛那天沒有問完 現在另外一題新的嘛 對對對 那時候我可能會沒有準備喊問 我不管 因為我一定要給兩位一點點刺激 因為呢 我自己本身啊 我沒有拿到神靈之王的那個報名表 因為那個詹哥也不給我嘛 對啊 偉東哥也覺得說你唱太難聽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今天呢 我今天呢就在現場 擔任第一位參賽者 我先來唱 那唱完之後 請兩位導師 給我一些評價 好不好 是不是很難 不會啊 不會啊 滿期待的 那就不好意思 我就先唱了 好 不然我在心上 就讓時間最出征 告別 散場 那花紙 手就會到 各自的充滿 再請兩位導師 我覺得這位參賽者就是 其實滿活潑的 他誠意 陳一散十足了 陳一散十足 但他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什麼 就是他很明顯對歌詞 非常的不適合 因為 歌詞是我寫的 所以不要介意 好 不好意思 剛才那個高音比較不錯 真的 告別的那個地方 告別這樣可以嗎 對 可是我覺得 聽兩位導師這樣說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 就是不著邊際 不知道我們到底 有沒有這個耳服 能夠聽到兩位導師 能夠詮釋一下 這個借我一下 等一下 對 是不是 來囉 這個是不在安排當中的各位 太厲害了 兩位導師 我是多麼的喜歡 活在你心上 活在你心上 一定是你也喜歡 放我在心上 就讓時間催促著 倒別參場 哪怕終究會到 各自的充滿 你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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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的橋段 齊色和明 兩位真的是被扯創非常好 好拜託啦 拜託啦 拜託啦 拜託把手卡還我啦 我還要Pu長官欸 你是覺得我弄你 然後你要弄過來對不對 好 我相信呢 身靈之王這個節目呢 未眼先轟動 在十月份這個節目在開播 相信這個節目會非常非常精彩 因為兩位導師呢 可以說是不按牌理出牌 也講話呢 不是講那種客套話 所以呢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在這邊我們先 呃 祝福這個節目呢 能夠收視長紅 打掌聲鼓勵一下 我愛你 我愛你 我們現在呢 我們當然要邀請在 我們前排的長官 一起上台來合照一下 我們再一次請到的 就是我們東森集團的創辦人 我們的王總裁 以及我們的韋鐘哥 還有我們的身靈之王唯一 協伴夥伴奧式娛樂文創 有見溫色的董事長 丁志涵一起上台 好 1 2 3 靜音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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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們靠近一點好不好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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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往這邊往這邊 往這邊 好好 OK OK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前面 正前方的媒體朋友 好 比一下讚好不好 那我們也要特別介紹我們 協辦廠商澳市娛樂文創策金 存辦的包括東方神器 少女時代Yuna Winz等 日韓天團 大型的演創會 激進化圖了亞洲娛樂事業 也是我們身靈之王唯一的協伴夥伴 謝謝 來看一下我們右邊右邊的媒體朋友 好 來照顧一下我們左邊後方 有很多鏡子的媒體朋友喔 好 中間中間再一次 來 之前要B1 B1的媒體朋友 好 右邊 右邊再來集團 好 好的 這個階段我們先謝謝 我們澳視娛樂的董事長 我們謝謝冰董 我們請冰董先請回座休息 那接下來我們四位 我們四位四位一起再拍一張 好的 好 比個讚 比個讚 好 右邊的媒體朋友 好 右邊的媒體朋友 好 照顧一下左邊的媒體朋友 好的 我們是不是請老蕭跟又嘉先到訪 好 謝謝我們兩位 王老闆 謝謝 那接著下來我們請兩位 重量級的導師一起來拍照一下 好不好 來 好 看一下右邊的媒體朋友 右邊 右邊 右下角的媒體朋友 好 應該差不多了 OK 好 接著下來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媒體朋友的莉莉 接著下來我們就要開放讓電子媒體朋友的聯訪時間 我們是不是再次請到偉莊哥以及我們的王重 單拍嗎 單拍 好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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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下來 好 接著下來 OK嗎 OK嗎 好 來 請老蕭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小青棠 明好帥 好 今天今天就來 一 二 三 小青棠 明好帥 小青棠 明好帥 好 今天今天就來 美女朋友 好的 好 謝謝我們的平面攝影大哥大姐們